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的 在這繼續同大家更新下中港通關的資訊 根據消息報導,高鐵方面準備中港通關 有消息指香港政府最快明天會交代通關安排 根據了解,首階段只開放部分口岸,其中高鐵部分不包括在內 初步傾向開放駱馬州口岸先,而羅湖重建工程未完成 未必可以趕得及在首日運作,高鐵亦陸續試車準備通關 有市民去西九龍站嘗試購票,但撲空買不到 而香港立法會議員陳恆斌引述消息說,會首先開通鐵路接駁口岸 包括羅湖和洛馬州,而直通巴工司負責人說 根據了解,首階段過關配額3萬人次,其中深圳灣口岸 在西九龍高鐵站有工程人員,開吊車,跳舞大堂有工作人員 而螢幕亦顯示測試資訊,站邊餐廳亦要重開 而港鐵未有公佈開售車票,但有市民過了解 根據新聞報道,如果今日有車票買,就立即想買車票過年 有市民衝過去,這名市民就說想買車票回廣州南,就說好幾年沒回鄉 所以就想去看碰碰碰運氣,但其實政府或港鐵公司 都無公佈相關賣票的資訊,其實過到去,不要碰碰運氣 基本上百分百是買不到車票的了 而另外根據接駁口岸的直通巴工司,根據了解 初期通關配額有3萬個中港澳的直通巴聯會秘書長 初步了解到,就說深圳灣口岸有1萬個配額,有3個口岸積極協調中 深圳灣敏感度及廣州澳大橋的珠海口岸每個口岸的配額都不同 他們就說已經準備超過100架巴士,相信就可以應付需求 這就是中港通關的最新資訊,應該3萬人一日的配額 就是叫做好實的了,傳了這麼多出來,亦都沒有任何官員出來否認 但我們看看,原來每個口岸都有不同的配額 即是說現在你要回大陸的話,就要上網預約了這些配額 跟著才可以選你方便自己的口岸 如果你想回去的時候,你的配額沒有了,唯有是明天請做 還有我比較好奇,就是1月8日之後如果是中港通關 那麽他們香港那邊的配額,3萬人一日到底維持到多久呢? 去到幾時才會去第二個階段呢? 因爲疫情到現在,其實很多人都已經是叫做中過一輪的新冠的了 好返的都好返了,基本上大家對病毒的恐懼性就不會太高的 那麽現在所講的通關,又要拖到幾時幾長呢? 才可以叫做完全恢復呢?新年前又可不可以做得到呢? 好了那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大家有什麼想講呢? 下面留言啦,下集再見啦,拜拜!